柯市長他不顧議會的決議 在共軍才持續擾台的期間 執意要旅辦雙城論壇 完全跟市議會對幹 秒市議會要求雙城論壇的預算不得動之 兩岸之間一定有衝突的 現階段我們有衝突 他也有 各式有堅持 就是裡面有衝突的 所以還是要辦 特別在二五戰爭以後你知道嗎 覺得我們在政治上還是要 對戰 能戰 能力戰 也讓雙方有互相妥協的機會 那麼有關雙城論壇 本黨團也在下午提案 柯市長他不顧議會的決議 在共軍還持續擾台的期間 執意要舉辦雙城論壇 完全跟市議會對幹 不顧議會的決議 秒市議會 那麼我們黨團也在今天下午的大會提案 要求雙城論壇的預算不得動之 而且我們也譴責柯市長這種完全 藐視議會的這種行為 雙城論壇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知道 江志明議員 江總高 其實我們都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 當然每個人要各自表述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兩岸之間一定有衝突 現階段怎麼沒有衝突 他各自有堅持 但是我覺得是 就是因為有衝突 所以還是要 還是要辦 特別在俄乎戰爭以後 覺得我們在政治上還是 要備戰 能戰當避戰 那當然 所以其實我們昨天那個 萬安演習 我覺得真的很認真在演 在準備 不過覺得還是 只有三十分鐘你知道 還是不能夠很真正的把 全臺北市的 防空演習再做一遍 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 務實 一方面要備戰 能戰 能夠避戰 一方面也讓雙方有 互相妥協的機會 所以五個互相 互相認識 互相瞭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後互相諒解 我最近看美國布林肯 國務卿講的中美關係 我覺得那個是給台灣 我覺得那principle原則上是非常好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所以這個還是 我覺得 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講的話是對的 所以不見得說每一件事情都要 惡言相向 再講一遍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還是要對抗 我想這個 我們還是在我們的職務上 盡了我們的責任 做我們政府該做的事 當然 每個政黨有各自表述 所以我們都尊重 那柯市長最近可以說是翻臉如同翻書 那竟然把平發勞 敬勞禮節的責任 推給我們的前社會局長舉例 關卡市長 柯市長你今天 你現在講話已經信用擴展 可以說毫無誠信可言 你今天所說的話 你所做的報告 可以說完全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今天來拜會黨團 本席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麼過去議會再三的 來要求保留禁勞禮金 那麼柯市長啊 完全不屑一顧 甚至於還批評其他的縣市 沒有財政紀律 那麼是債留子孫 是買票 是討好選民 更說 敬勞禮金啊 支持敬勞禮金的議員啊 是錯誤判斷選民 那麼今天柯市長他為了選舉 可以把他過去所講的話 都吞了回去 還說是許立民局長害的 許立民局長當年幫你 浮選 還擔任社會局長 可以說盡心盡力 今天落得這樣子的下場 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我真的替台北市民感到慶幸 那我們的柯市長還有五個月 就要離開 那大家就不用再忍受這種 毫無誠信 毫無擔當的市長 那麼有關雙城論壇 本黨團也在下午提案 柯市長他不顧議會的決議 在共軍還持續老台的期間 執意要舉辦雙城論壇 完全跟市議會對干 不顧議會的決議 藐視議會 那麼我們黨團也在今天下午的大會提案 要求雙城論壇的預算不得動之 而且我們也譴責柯市長這種完全 藐視議會的這種行為 那今天還是非常感謝我們的這些媒體朋友 還有大家來議會 那我們是不是接下來請柯市長來做一些報告 關於重鄉進老金今天早上台北市政府已經做過說明了 不好意思重申一遍 好再一遍 關於重鄉進老金今天早上我們市政府舉行的記者會已經說明過了 重鄉進老金他也是我認為他是普發重鄉進老金還是不對的 因為社會福利還是要偏向做事 所以過去台北市政府有沒有發重鄉進老金 答案是有 因為我們中立收入還是有發 我只是反對說 不分青紅皂白土化 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現在進入選舉期間 媒體總是會 有時候他也知道你講不是哪個意思 不過他總是要扭曲 不過還好我今天早上有提出說明 目前經過這幾年的變化 以前在負債累累的狀態下 發重鄉進老金是不對的 因為債有子孫 那如果到現在我們收入錢支出有剩下錢 10%的就發重鄉進老金 這個我可以接受 因為政治也是一種各方妥協的方案 所以大原則OK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用我們台北市的方法 其他縣市是沒有辦法發重鄉進老金 因為他們都還在負債 那許立民是我的學生 我當時還想培養他選市長 不過我們人各有志 他還是想回答一大約就沒辦法 所以也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昨天兩個都有通過蛋 本來關係就很好 這沒問題 雙城論壇 就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江志明議員 江總高 其實我們都有共同的朋友阿扁 當然每個人要各自表述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兩岸之間一定有衝突 現階戰怎麼沒有衝突 各自有堅持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有衝突 所以還是要辦 特別在俄乎戰爭以後 我覺得我們在政治上還是要備戰 能戰當必戰 所以其實我們昨天那個萬安演習 因為我們就真的很認真在演 在準備 不過我覺得還是只有30分鐘 還是不能夠很真正的把全台北市的防空演劇 再做一遍 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 務實 一方面要備戰 能戰 能夠避戰 另一方面也讓雙方有互相妥協的機會 所以五個互相 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後互相諒解 我覺得你看美國布林肯 國務卿講的中美關係 我覺得那個是給台灣 我覺得那principal原則上是非常好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所以這個還是 我覺得 那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講的話是對的 所以不見得說每一件事情都要 惡言相向 再講一遍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還是要對抗 我想這個 我們還是在這個我們的職務上 盡了我們的責任 做我們認為該做的事 當然 每個政黨有各自的表述 所以我們都尊重 我們在 case 對抗 我們 我們 現在